衛福部110年死因统计 脑血管疾病是国人第四号杀手 平均每年夺走一万多条宝贵生命 为了唤醒民众对脑中风的认识以及辨别 国健署在世界中风日呼吁大众 掌握八大危险因子远离脑中风 为什么一定要中风来测试 这个儿子女儿孝顺 为什么要用中风来测试自己的anada 爱不爱你 这个中风是非常可怕 刚刚吴处长有讲到说 我们这个中风的死亡率一路往下滑 现在是到第四名 其实如果再细分析女性到第五名 这个是死亡率 可是最令人揪心的是 中风是容易会产生失能 换句话说 这个失能除了病人自己痛苦 家属也是很痛苦 然后家属要非常的孝顺 然后要很努力赚钱 然后来照顾自己家人有中风的状况 这个是 这个情况下会一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跑不掉 所以其实怎么知道自己容易中风 这个超重要的 就是说 人人有机会 个个没把握 中风只要把这八件事情记一下 就 就是 至少这个看起来不像流氓的大流氓 不会找你发烦 那这个山高 其实你不会有感的 在还没有变严重的时候 你说血压高一点 你也不会有感 可是天天在大风大浪裡面 就容易怎样翻船 尤其半夜 你的血压 那个很高的时候 你根本也不知道 所以有很多中风的人是在半面发生的 这个胆固唇高 你也不会有感 通常这个都要抽血检查才知道 糖尿病也是 一脱落苦的人 走在路上 不知道自己血糖高 还有人是很严重了之后 才发现说 原来已经有糖尿病 我们甚至还有中风之后 才发现说 病人有糖尿病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 就是无感 但是超具有威胁性的 第四样 心防灿洞 也是一样 等下会更细部的去讲 抽烟 现在叫做 常常有人讲一句屁话 叫做饭后一根烟 快乐四神烟 这个叫屁话 我们一定要翻转 让我们国人不要臭烟 这个腰围八九十 应该也不会很难记 就是女生腰围要小于八十 男生腰围小于九十 有没有要运动 这个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那当然这个家里面有这个人中风了 那更是要自己挫雷蛋 我们在跟病人照顾的过程当中 都会跟病人说 不好意思 你来当你们家中风的代表就好了 其他人都不要中风 其他人都应该要来 好好地去检视一下自己身上有多少风险 那怎么检视 很简单 就是八件事把它记起来 身体力行 心脏有些不舒服 可能包括心悸啊 船啊 说不定 但其实除了脑部的梗塞中风 包括心肌梗塞 这样的血栓的来源 都有可能是来自心脏里面 这个腔势 特别在心房里面的这个血栓 所以当心脏跳的不规则的时候 包括心房战斗 里面出现的血栓 睡着血流到了脑部 就是脑中风 到了这个心脏 冠状动漫 就是吸引梗塞 甚至常中风啊 肺中会有所闻 这是非常突然的 所以要预防的话 就要查出病因 如果是心房不规论 这个跳动 心房战斗 那我们要透过一些检查 那一些高危险群 那我们这个提到的 那如果真的发生了 这个心房战斗 将来中风的可能性 都会增高五倍 所以跟三高一样 心房战斗 也是会增加脑中风的发生 那这边有提到 在台湾这个盛行率 大约有23万 这样的心房战斗的病人数目 所以我想台湾的这个统计 流病告诉我们 原来百分之一 这百分之一的话 这23万 而每年大概会增加新的 心房战斗的 3万人数这么多 那40岁以上的民众 我在里面如果将来发生 心房战斗的机会就是四分之一 那这边提到重风的发生 在台湾大概六分之一 可以查出来跟心房战斗有关 所以心脏来的血栓到脑部的阻塞 甚至脑中风 这比例将近有六分之一这么高 所以心房战斗543 我想包括心脏科的医师 也经常在宣导 所以五大的好发族群 所以刚刚有提到的高磷 高血压 糖尿病 心衰竭 甲状腺抗静 就是甲抗 这是五大好发 四大有感 所以心悸 肖闷 头晕无力 呼吸急促 四大有感 那三大这个心跳的指标 不管是忽快忽慢 忽大忽小 忽强忽弱 这不规则 这要当心是不是心房战斗 那接下来 就可怕的重风 这危险 所以这个是心房战斗543 所以提到这个年纪 所以在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 大概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 我想这个人口高龄化 我们进入这个超高龄社会 2025年 所以75岁以上的长者 比例大概百分之十 所以随着连长 心房战斗的发生 就越有可能 心脏病 我刚刚提到的 包括心衰竭之外 半磨疾病 只要是心脏有问题 有血栓出现 心房战斗 就要查出来 包括高血压 糖尿病 一些代谢的疾病 包括心血管 刚提到 包括动脉疾病 那也可能就是有血栓出现 它就塞住了 甲状腺抗净 甲胖 特别在年轻人 可能就会发生心房战斗 包括肺部 可能在心肺病 包括抽烟等等的影响 饮食包面 大量的酒精 或过度饮酒 包括抽烟等等 都相关 会增加心房战斗 七十岁的陈秀玉 有心率不诊 高血压 高血脂病矿 2017年中风 好在送医急时 经过医师的治疗 与规律用药 目前控制良好 行动自如 就很正常在看电视 那忽然他就觉得他很累 看电视节 黑的一拔 那头一次中风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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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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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当初一判定就觉得他是脑中风 然后他们的医疗机制就马上启动 所以我们在第一个时间就是有抢救到 所以当初本来医生判定他可能会是一个植物人的状况 那叫我们家属药有点准备 他说救起来有可能是 可是在这过程之中 他那个抗淋血的药剂打下去 住家户病房出来 其实他都没有伤到手脚 所以你看他是行动自如 那每天他还是可以晚上煮晚餐 他去黄昏市场啊 然后买菜啊 就是这个就是他平常的运动 那晚餐他就是觉得 我就是要想我晚上要煮什么 这是他平常的脑部的附件 所以我们觉得这六年来 也很感谢医生一直持续的鼓励他 那他觉得看到医生他就是他的定心丸 他就觉得我看到他 我有救了 我很好 所以我也很感谢我们的这个 李俊泰李医生一直持续来帮助我们 为了早期发现慢性病早期介入治疗 民众可以借由参加健检或政府提供的 40岁以上每三年一次 及65岁以上每年一次的成人预防保健服务 了解自我健康状况 做好前端预防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谢谢今天 感谢观看